好的 您正在收看的是2014CFPL春季赛 常规赛的比赛直播 对阵的双方分别是一批快手 对阵KZ斗鱼 来到BO3的第二张地图潜艇 虽然那人潜伏编的是一批快手 虽然那人保卫编的是KZ斗鱼 看一下作为潜伏帮 这边一批在进攻上面的选择 那他们其实在刚才这张黑色上面 自己作为这个潜伏编 他们的进攻节奏是非常非常快的 是的 第一时间就在前点吗 很主动的探点 但是这边两个人在架 露一下可就有点危险了 直接全员都走一批 要币区爆发 加速进攻 打得很快 来到了成为在最后阶段 我们看到一批的战术调整上 会有些变动 是 整个队伍都变得刚猛了起来 来了 3-2加币 YF第一枪 来了 先打硬汉 绣队也站出来 那这样进攻完全被堵住啊 瞬间就沦陷了 只剩下first 融化了 包还掉在了里面 很绝望 绝对 绝对也没有落给你 这个刺激掉的巨难受啊 受得很稳 这一枪空跳呢 YF打掉第一个突破的 再收掉最后一个 这一分成功的是完成了 B区的提速的防守 这一分啊 可能是觉得今天自己的狙击手感并不好 换上了QVC 这边双门还是要过点 给到烟雾弹 封一下时间 先空一排 还是这个战术 就是A大我自己一个人前压 9U这个位置还是真的挺胆大的 是的 YF站上一局一样的点 就在这个位置 看一下有没有机会 9U还是跟上一分一样贴到了近点的位置 对 这个近点能不能给到队伍一些帮助 这个位置是可以随时要闪出去看的 但是自己走了 续上这颗烟的续在这里吗 这个烟续得太靠下了吧 是 上面是可以描烟边的 这份的EP是选择把节奏放慢 那可能当他们赶到A大这个区的时候 这颗烟雾其实也就快散了 是 这个烟雾 时间上来说确实交的早了一些 你不会把这个雷给丢出去 换了一颗闪光 那这样烟雾散了 如果黄太大的话会容易送掉的 来了 H 启动 9U能接几个了 正面打一个之后被补掉 然后没走掉 是 留航A空的位置 看他们能抓抓机会 宰宰还是宰宰的状态 是 这个突破手 总能带一个人走 还在找人 又磕过了 弹局的三连杀 而且自己的血量还比较健康 是 WIF也没办法了 难打了 在A空这个位置 管道里还有人能飞下来断他一手 非常球稳 完全没有落管到下面 是 也不去了 他这个操作就是不去了 应该大概可能要聊一下这个H的防守了 第一时间是阻断了第一个 但是后续可能枪法上出现了问题 尤其是在小T这个位置上 对 然后宰宰撞了个爽子 一笔 两边战屏 宰宰成功是把第一局出色的手感 带到了土耳潜艇上来 WIF 这次又拿到了首杀 上来就是一个乌达斯的优势 我们来看一下潜伏着怎么去运营下来 C塞在家里也不着急 打踢给到压力 这9U要看的点其实还挺多的 对 单控 YZK单控这个位置之后 我们看到其实是一个四步枪 他并没有拿狙 对 这还真的是为数不多了 现在刘航也不拿狙了 这把两边屏步枪了 大踢的位置 银汉收掉了9U 这颗手雷 手雷来了 伤害补得很足 丢一个 现在就在丢YZK 看保卫者怎么回 小踢位置 打到了一个残血 拿着手雷再收一下宰宰 大米这里要走吧 走不走的话 感觉走不掉了 往前推了 赶紧跑 然后摸卷底去打B去 看保卫者回防的时候 搜点细不细了 YZK这个位置是很神秘的 他走 走车走吗 那大米这一路可真是 非常凶险 看看YZK能不能接他一手 不接 这时候再拉出来 呜呜 枪法稳住了 那跟A控的人一挑一 捡到C4之后 我好听到 主动拉出来 收掉YZK 他刚才很明显应该从外场走 是 对吧 就是因为你 YZK已经是绕过来了 整个这个B包点是空的 你肯定是从外场绕到B去 然后让YZK来收割 更安全一点 罗浩的一发 又是形成了一个5打4的优势了 打完1-1 再拿首杀罗浩这一局 这两小局都有立功的表现 是 物与有F 天雾里输了一个 这一分比上一分还要艰难 一匹快手面对的是一个3打5的进攻回合 大米摸了 抓到了一个时机 能不能打两个 两个侧身 但没能把握住这样的机会 是 后续的一组牙枪 来 YZK 但是被打了一个侧身 只剩下FIRST 3打5的时候就是 只能这么激进的去找一找活了 FIRST 穿掉了刘航 但是还不够 对面还有三个满血的大汉在等着你 不会再露给你了 卡包就好了 对 B控修队主动出去找 收掉了FIRST 连续拿分 KZ 是 这边 我们看到B控这里 4号位秀队是在这个箱子后 然后 2号要帮我帮拉脱 YF又想尝试去举个手杀回来 但是这一次他终于失手了 好 银汉第一时间的推进也被烟雾挡住 再空一回 把节奏稍微的靠慢一点 嗯 带着C4的潜伏 把KZ再弄下来 中断烟雾散了 看一下罗昊这边又补了一颗烟 那如果说这个烟雾继续补的话 潜伏要不要再空一排 双方的地图控制权基本是对等的 而这一次 换刘航来手卷底 我又first的TK了 把自己人给干了 有点着急了 打个硬汉解解闷 这中段看不到保卫者 确实有点着急啊 难受了 让硬汉本就不光彩的战绩 雪上加霜自己还塞一颗雷呗 手感最烫的仔仔 现在是个残血 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哇他这个人是 是 走的时候最后一发把人给收了 保卫者个点开花 刚刚TK过的first 现在沉默了 现在在更衣室里 只能自己玩一玩 确实沉默 每一次都剩三个 或者剩四个 是 可以继续地拿分 小心小波 YF他又来了 拿手杀的位置 拿手杀的位置 他现在还是一个全员的发力 罗浩吃白这一次 还是得YZK来治你一下 对 YZK这个小思路挺多的 往管道里丢个白 因为YZK也在罗浩手里吃过亏 对 上一次被溢发了 这一次我丢个闪子来 中段这里已经到了 大梯是谁 能不能扛得住 5号位的9U退到了A控 那这样大梯要提速了 终于有潜伏 拿手杀的机会 贴着 摸下来 有点幽默了 这个幽默细胞是拉满了 但是9U这边破AC了 YZK点掉了9U 好像秀队也收掉了YZK 5F收一个 变成了一个军事这边 刀具很多还在给这个刀具 没给好 但是秀队已经从小T摸到了近点 大米没扛住 小T的火力很充足 这个秀队疯狂洗脚 洗完脚再洗头 直接给它洗了 最后YZK收下这个参局之后 5比1 这个参局又没能完成 而且是 落位非常舒服的一个参局 是 最后的几颗手雷 包括枪法都没能稳住 是 第一波的闪光弹 和这个爆弹就有点幽默 但是碰到我秀队 对 秀技师 从洗脚到最后一发 秒头给暴力了 直接给锁了 技术非常的全面 给EP洗了个爽的 下次还来找你 这是在后撤步的时候 FIRST受不了了 以为看到的是保卫者 结果把自己好兄弟给干了 硬汉 从硬汉变成懵汉了 是 懵了什么情况 我 退后点没了 看FIRST这次敢不敢来对击 很悬 那这样做个潜伏方的EP 上半场如果再不拿分 下半场的容错率就巨低了 对 因为你作为潜伏者 打得有点 就是全员不带线 就确实没办法了 硬汉这次贴到金脸之后 频繁的回头 提醒一下自己兄弟 别把我自己枪毙了 这次FIRST走前面了 要枪毙也是我枪毙你 走了 刘航和罗浩的交叉 两边同步拉出来 最后打了个二换一 然后更是在勾 大米 大米跟秀队 实际秀手感很好 主动出来逼退了 宰带带队 又是宰带带队 看到走廊出了 好像看到了个小头皮 结果这个时候YF回头了 告诉队友走廊出了一个 你们自己小心 C才在家里 是的 这样变成三打二 一切都有说法 看YF要不要主动出去再搞一个 他其实不该出这个时候 因为其实对方没有安放C4 对 而且管道也不好下 下不来 碰枪 这个时候EP可以拿到这一分 终于是缓过了这一股 连续丢分的低潮期 2比5的比分 YF来到了一个更激进的位置 是 回数不多 来到A空来架绝 那EP还是要再空一排的 还想在前期尤其是中段这里 去创造一些优势 这一分双方都没有着急去打 1分35秒再蓄上这颗烟雾 大体也同步给烟 管道标你一下 玩起来了 怎么走 把中段烟继续给蓄上 是的 1分10秒 再标 当你标完以后 带队来了 双管道 好 宝贝这边也有意识到 看大米 管道摸一摸 下来了 那其实很神秘的 大米要不要摸前摸 看大体什么时候动手了 他这个时候是巨神秘 没有人看 对 摸下来都是侧身 到小踢了 看看要不要放长线钓大鱼 他来了 他来了 好在是打掉了第一个 但自己的位置同样暴露 大踢来了 这个时候 直接硬汉带队收下了这个人头 管道可以在A空里也站住了 直接收下 3比5的B分 上半场还有一分 好悬 对 这个侧身 差一点 全员正面男孩 遇到侧身 心里发慌手发抖 不收不易之财 YF FIRST心里是有这个人的 但是刘航这里拿步枪受掉了YZK 抓了一个走廊出的位置 在走廊这里掉的 掉的位置非常刁钻 那这样FIRST终于有机会 拿到首杀之后 队友又给送回去了 这次换仔仔钻到管道里 四大四 看双方的一个运营 大米抓到了一个机会 是 修队齐第一线是不知道的 穿了一手 赶紧走 都把枪位让了出来 管道下来了 有个破枪带了一枪头啊 大米收掉了十七秀 然后银翰这里收一个 银翰 黑五保一手 C4又在家里 一分多的时间确实还可以去带 但是银翰这个点他不能掉太早啊 银翰 烟雾里硬害收下九优 罗昊是一个丝儿血 也没办法去处理这个一打三的残局了 那这样上半场 一匹终于是在一比五之后连续拿了几分 把局面稳了回来 现在罗昊这个血量只能是去绕一波大的找找机会 绕到B空里也被FIRST发现了 是 而且C4的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 最后FIRST点掉了残血罗昊 上半场4比5的B 好的那么换边回来来看看 作为潜伏边的KZ和保卫边的EP快手 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和区别 EP终于在这个连续丢分之后自己冒火了 局势乾坤大挪移了一下 大老师给他实时胜利预测48 对上52%五五开的局面 看一下这样的一个局面下面 EP怎么来解答自己现在目前的一个难题 虽然说自己现在是连拿了三分 但作为保卫者是没有这样的一个主动性的 是 B空四个人集合了 同时三号位的罗昊在外场帮忙带着后路 九优 直瞄的FIRST 是 看一下第一个人是怎么过 罗昊 给了白之后我们看到YF是先收下了大米 是 那第二个人家居的位置基本是确定的 还是在等 谁来主动 罗昊收下这个人头之后FIRST先收九优 黑五有没有人来帮一下FIRST 再收一个 罗昊这个位置 但是罗昊在走廊这里是接连有一个人头的收获 对 而且走廊来人了 罗昊没有意识到被踩下来 二打二的局面 YF顶掉了硬汉 知道 知道 就是这个卷顶位置知不知道 走了 那可能要迂回一下 一打二的残局 C4刚刚安放 时间是充足的 石秀的血量非常低 想主动吗 这有点 有点给机会了 是 可能知道YZK的血量也不多 想主动搞一搞 手雷炸过来 被YZK躲掉 脚步听到了 正面转过来 YF 6比4的比分 近点的这颗白给的确实很好 让狙击枪没有开出第一枪来 近点就变得容易多了 虽然最后也是一个一打一的残局 但是KZ这一分的提速道具布置 确实是可以给一个满分的 主要是第一时间是给了 这个黑屋一颗白 然后让KZ瞬间进了 并且在这个阶段当中 我们看到罗浩从走廊这个区域 是抓到一些优势 就是先收了大米 又收了这个卷底补过来的人 虽然说我们看到FIRST已经非常尽力了 在黑屋这里是界链摔了两个人 但是确实是没有办法 已经是被夹了其实 对 因为走廊一直没有人帮他带 你需要看点太多了 在烟雾里很拉 但是这里的话 只有自己一个人的话很难受 所以把5号位的YZK 叫回来去补道具 九优 要顶着烟出吗 大部队来都来了 要不然出一下呢 没有 走了 不死心 烟雾要散了 给道具 我们看一下组合道具 来了 优秀组合的突破 能不能过硬汉这一关呢 还是先退一趟 外场到了 三号位 仔仔这边要有收割了 YF这个终极灵性螺旋回头 是 回头的时机刚刚好 还能再收掉大米 哇 那这样怎么回防 过不去这桿G了 尹汉 终于过去了 看到罗浩又把YZK给收下了 哇 这个回头真的 太灵性 刚刚 感觉这个外场的保卫者要发财 真的是巨灵性 卷底回防 外场这并没有看到人 四号位 其实石秀组应该可以动了 罗浩加烟雾 没问题 7比4的比分 5边行 确实是把思路也点满了 这个时候回头啊 确实想不到的 确实想不到的 5边行 5边行 这个时候回头啊 什么意思 给个翅膀 飞过去直接 不让FIRST看到 直接飞 空中滑过去 下了一个你跳的位置 是 是不是刚才有 FIRST不能再拉了 再拉危险了 是 我们看三号位的罗浩 又来到了刚刚走廊的位置 是 看这一分 中路要直上吗 还在靠这颗烟 退回去了 再空一排 把整体的节奏放慢了 5边 但是现在对于潜伏着来说 他们已经拿到了足够多的地图控制权 FIRST秒到 就像准行上三个人随便打一个都行 但是他没有开枪 然后走了 看走廊去了 很难受 巨难受 三个人在尽力 再走 再回来看走廊 那这样如果突的话 会有特身的 YJK这一招 是在之前场合赛用过的 封住了小踢 40秒 藏一手 哥们藏哥呀 这一手 大踢来了 这点很关键 英汉吃一手白 缓过劲来了 还没下 30秒了 罗浩1000秒掉了 YJK打两个很尽力了 这边大米耶 回头大米耶过来 20秒的时间 大米耶 上一次在这个位置自己马了 这一次准回来了 FIRST也收下了这个人头 7比5 掩开啊 掩开真的这手藏藏的太漂亮了 是的 他知道大踢今天掉了吗 他非常被动了 而且这一分KZ 确实也拖得太慢了 中路退回去之后 琢磨了半天 空了半天 再打A 但这时候保卫者 已经全部回防了 YF有好几分 没有拿到首杀了 对 而他没有拿到首杀的 这几局里 KZ 都没有拿 几乎都没有拿到分 看罗浩能不能想一些对策 来打一些这种五为五的军事对局 中断这个位置 再继续的给你续烟 A控制里是不留人的 选择了一个302 但这个时候我们看到9U给卷底也续了一颗烟 我视野里面看不到人 你也不想看到人 现在双方都在摸黑的情况 看这个First的脸都是面子都是紫色的 全是这个烟雾 又是这个位置 你不会又来又秒到了人多吧 再续一颗烟 浓烟滚滚的情况 看什么时候打 是跟上一分一样退出去 还是这一分就直接干了 干了9U 冲进A控 那让潜伏阵形扑的也够开的 真地战 走蓝要摸出去 三号位要不要能不能看得到 保卫现在有点被动 没看到第一时间 看到了 看到有没有来保一下大米啊 9U这个白痴的巨疚 是的 又来到了30秒的时间 同样的剧情 来吧 又是这里 一模一样 9U来到了颜开的屁股 但是这次YZK没有办法转起来了 是 刘航在A控控了一排 10U的血量还非常低 是 刘航这个贴墙的位置有背身 第二个人能不能卫下来 第一个残血 然后大米这边血量也不多 是的 炸掉 把大米带走了 爆米花 小T的位置 主动出击 YF的双杀 8B5的B分 这个A控 KZ得得有点太轻松了 手雷来了 好 我好第一时间钻管道 第一时间来到管道 保卫者第一时间是没看这个点的 毕竟忙了管道 是 但是罗浩也不太知道 所以说不敢做一些大的动作了 听到脚步跳过来 但是YZK并没有直接来架这个关道 是的 选择缩到后点 我们看一下还是要来夹H 硬汉不站左边了 换一个点位 这次效果怎么样 看到手臂了 反道具硬冲你 让罗浩把这个人给收下了 YZK这个位置先保命 但是也没跑掉 罗浩还在给压力 那这样保卫者的回防路线 被极致的压缩 他们必须先清理罗浩 罗浩往处飞 还带了一个走 三杀之后 看有没有第四个 没有 FIRST的个人 剩下对方三个 其实是很难处理的 对 他又要打残局了 这一次修队 修队又是修脚 哥们这个 17号几时 17修 是 却是从这个 黑包顶的导弹 修到了小T的这里 9比5的比分 拿KD是来到了 全局的赛点 看这一分的EP 要不要对这个 A控重点布防一下 这一分无论是钻管道 还是混着烟 往里钻 都让这个A区太太 不受了 今天的银汉 这次还是看到了继续给道具 这次先给雷 这一次 还是没扛住 没能扛下 反而是被队友TK的 是 罗浩管道下来又收两个 只剩两个人了 二打五的局 FIRST跟大米怎么配合 但是KJ这边都是残血 罗浩直接走了 球稳 五个人躲着都赢了 抛下得很早 有的是时间来拖 又来 罗浩来洗脚 修脚位 如何呢 必修呀 没修死 返修 两个血量非常低的 选手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小T要直下了 17秒 必须要来了 敦齐卫的YF 没能架住枪 但是后续 九佑收掉两个 那这样我们可以 恭喜KJ 订阅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